繼續來看 尖對年末結台案件 台北市長九萬安 早上在行政議會 提出社會安全網四點建議 希望中央和電風共同來報報網 今天掛街的質疑說 這案件都不照重臺的 立動結台事件處理領事去調查 有的報告表示 已經修訂結局 所有結台事件都會開會討論 這些女孩子 在這製作用的過度期間 讓年末結台告訴 她沒有去社會主義 但是事情發生三個月後才拍出來 到現在家修要不對我 發表聯合的看法 她沒有去過這麼多猜測 十五年阿姨 現在透過錄音大聲明來作回應 案件發生至金家屬都在悲傷當中 也都在處理開開的後事 那我們希望整辦的內容 可以完整的拼湊 希望還原案發事實 台北市長九萬安 早上臨時變形形庭 慶祝參加行政議會 就社會安安方方提出試驗建議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三方 共同的規制 祖告 由於專制醫生的制度 中央按理所要比較 教養家庭的標準 和希望中央能建立 平均年齡的 全國病台上四大方向 未來我們希望是在出養前的安置 收拖的保姆 對於他的各項資格的要求 都要比照健康家庭的標準 也就是相關的考核 評鑑方式 還有訓練等等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標準 拉動跟健康家庭一樣 因為臨台立東的案件 這個困難是 新北市的困難 出手用料 到讓利和聯名專改 同時請台北市的年目照顧 三方面都欠缺國通電路 才會造成這邊的比招 立北黨團都開記者會 配備中央和地方 保障在在撒基地 而這期社加速到現在 都沒有回憾 給台北市政府 保障部補合書表示 已經修訂 中台立東議台出行處理計劃 以後無論是在家庭內 還是家庭外 中台立東議台案件 都會整回討論 例如說 一直到現在 三個以後的出用力量 有177個 保障部應該 直接跟國管事業 消防單位 可能和將案 按理照顧的情形 同時請到方氏的評論 記者綜合部讀